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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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 这个美国的总统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日本的战舰 那么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而且川普今天说 他到美国的在日本的战舰 住在日本的战舰 他向美军发表谈话 他说美国在太平洋可怕的力量永远不会当老二 今天他以前的顾问也是首席的测试 说川普绝对不会有一秒钟的退缩 那么据说中国在召开政治局会议 那到底这是代表什么是不是习近平的政权有危险 今天我们来讨论 那谈到这个中国 描述了竟然有议员去说 关于什么通质 有钱给我们就是爸爸妈妈 那所以我们这个今天也要来讨论 其实说到大家总统都说要拼经济 那么到底什么人能够拼经济 谢金河先生有下一篇脸书 我觉得他是财经专家 很值得参考 另外是国民党里面 因为韩国瑜在6月1号 就在凯道有一个造势大会 那据说国民党里面 挺韩跟挺郭的势力 其实是一触即发 非常的这个较劲 那所以韩国瑜今天也在讲 讲说这个前高雄市政府的 城局的政府有把公文带走 那到底这是真的假 是什么公文人家会带走 有关王小姐的事情 今天这个我们再来讨论后续 那最好是民进党终于 中职会以共事决通过了 这个初选的办法 那可是今天赖清德表示 强烈遗憾 而且他们的这个中职委 林俊宪发表了不同意见 那到底这个事情 会不会产生未来的后遗症 今天我们也要来深入的讨论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杰伍宜是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 林长佐Freddy 郑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另外是台湾师范大学 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范哥好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是这个资深的媒体人 陈东豪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的 副主委黄子泽 主委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民进党 新北市的市议员张志豪 范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 美国的总统川普 那么登上了日本的准航空母舰 来 我们来看VC 川普日本行最后一天 登上有日本准航母支撑的贾赫号 高调展现在令和时代 每日紧密同盟关系 身为美国最大军事采购国 日本这次也给出大礼包 日本这一笔超级大订单 简直让川普笑开怀 光是一架F-35战机 售价高达35亿台币 为了积极拉罗盟友 传出美国不惜提供 F-35开发机密 表面看似洗手跟日本 打造新一代战机F-3 但阴谋论称销了上 美国只想趁机介入 日本国产军事核心 尽管日本这次军购 稍微疏解美日贸易逆差 还是无法让川普满意 目前美日贸易分歧点 聚焦在农产品和汽车领域 之前美国针对日本 提高钢铝关税 双方现在对加征汽车关税 僵持不下 外界也在看 日本是否妥协 降低美国农产品关税 来做交换条件 安倍的言谈明显示出善意 川普也在推特表示 可日本谈判大有进展 尤其农业和牛肉方面 由于日本七月即将大选 外界分析 川普担心影响安倍选情 并不急着解决 美日贸易冲突 一切最快八月将有答案 Freddy他也是我们外交 跟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那请教Freddy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说其实我们对这个事情来看 我们台湾目前有一些人 习惯的把这个中美之间的对抗 动罪宫只是单纯 现在贸易的这个对抗 就完全不对 我们在外面说 美国会 沾对现在美国会的这个动向 乃至于全世界都对中国提高警戒 这个议题其实讨论很久 最主要是大家一定要从脉络来看 所以说有些包括郭台铭 让丁丁要选总统 对这个情势的评估 都单纯看成就只是贸易战 是完全错误 因为过去等久以来 美国其实是有一派学者为主 认为说只要不断地 让中国融入了这个 全世界的经贸体系之后 它的民主化就会慢慢发生 它的政治改革就会发生 但是过去这五年来 整个完全态势不同的就是 大家现在开始发现说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它政治改革不仅不发生 而且它把透过它的经贸的实力 开始把它的这个独裁势力往外输出 它自己政治不改变就算了 大家把它刺大后 它要来让你也没有民主 它要来输出它的独裁 所以说是如何澳洲加拿大 美国欧洲包括日本 大家全部聚在一起提高警觉 这个是 围堵 就是开始围堵 所以说这不是说今年 古年开始 还是前年开始 他们的贸易战 不是啊 你要看过去长期 这二三十年来的一种概念 受到了反转以后 成为另外一个趋势 变成市场跟这个非市场 自由市场跟非自由市场的 这一个对抗以外 民主自由跟这个独裁的 这个体制的对抗 那也就是说 我一直在说 可能在某个阶段的时候 美中之间 可能会有暂时的一个协议出现 但是这个态势不会变啊 这个态势 大家如果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 你就会发现说 大家不会围堵到一半 突然说好 美中你们现在有了一个协议 大家虽然又放松了 不会啊 我们就是发现 发现说这一次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所以说这一个过程 是怎么现在美国 去跟日本聚集合 绝对不是因为说 我在贸易上面要跟中国 最近要赶快 例如说华为 你是不是要把 什么一些这些机密组件 不能再可以这个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日本跟美国买 100-5架F-35 这个事情对台湾重不重要 这当然很重要 在这大家要注意 现在不是只有 只有这个对日本这样子 现在美国对台湾 包括以前都要包裹式的跟他买 然后还要在那边画 扒拉肩很久 现在不是哦 现在我们是随时要 我们随时就可以开始跟美国谈 而且针对我们要的东西来谈 现在我相信 再来就是我们其实 接着美国也希望我们可以加入他在环太平洋的这些军演 让我们可以一起参与 这些事情都显示说 不是说只有美中之间是什么贸易的对抗 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机会 我们现在不能再用过去旧的这个外交的概念 大家想说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邦交国 用这种最传统的老的方式 我们现在看我们融入这一些重要的国际局势里面 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别人开门给我们了 北美事务协调会 现在该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那有一天美国会生成台湾 这就是我每天会跟美国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资讯的累积 是因为外交国王委员会 常常在国际上开会 出去跟人家的国际 国会议员开会 尤其在日本英国这种内阁制的国家的时候 他国会议员来开会 就是他的政府在跟你开会 所以我们常常讨论到这个国际局势的时候 就是亲像你说的 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湾在国家地位正常化 包括跟其他国家 慢慢成为正常国家 平起平坐的过程中 第一个 我们实质上要成为大家的伙伴 什么时候我们会走到那一步 就是说台美之间互相承认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为那个目标去走 所以说我日前 我参加这个印太论坛 在台北古班的 美国跟台湾的国会议员都做会 全场 大家最后我在讲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都讲了很多 经贸 军事 国防上面 外交上面 所有的这些合作 但是最重要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政治上面 要成为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平等关系 这是我们台湾人最愿望的 所以我讲了以后 我们所有的那些 在政党的这些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也都很认同 他们也认为说我们有朝一日 他们都是这个因为这样子的讨论 我希望给大家有一个vision 我们现在都在讲现在很好 现在很好 但是未来是什么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 是是 好 那么这个川普 他在登上了日本的准航空母舰之后 也转往他们停在横须鹤港 美国两栖攻击舰黄蜂号 然后他向美军发表谈话 夸耀美国在太平洋的可怕力量 永远不考虑当老二 请教范老师 你干嘛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觉得它展现就是 川普他的政府是非常坚实的 跟日本站在一起 然后共同来对抗当然是中共 这呼之欲出了 他现在的F-35 到了这个卖给日本之后 当然我们知道 他这是又去了迦赫号 迦赫号现在是个直升机的航母 但是他如果有了F-35上去 可以垂直起降之后 他就等于是航母 所以我们知道 这次卖F-35 其实就等于是 下一次迦赫号 就会看到这个战机垂直起降 那这个战力就非常可怕了 等于日本从二战以后 一直没有航母 现在终于有了航母 那这个当然对于他的 长城的打击 对他未来在整个南海 东海的防御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川普这次也特别讲了 美国这个太平洋司令部 还有美军在日本的驻军 要怎么样在南海东海 还有这个黄海附近 能够扮演个更积极的角色 那我不需要讲就是说 这一期的亚洲周刊 大家看一下 龙鹰之争十大战场 现在有十大战场 不只是经贸战场 南海的战场 台海的战场都在里面 龙是中国 龙是中国 英是美国 那他这个社论很有意思 他写说是特朗普 他们不叫川普 特朗普 四人帮摧毁美国软实力 四人帮哪四人帮 就这四个人 第一个就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波顿 另外就是他的白宫贸易委员会的主任 纳瓦罗 还有就是国防部长蓬佩奥 还有他的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这四个人被成四人帮 他为什么讲他 他为什么破坏软实力 他为什么说美国过去 就是和平的死者 那这是美国的软实力 他的soul power 现在美国好像很强硬 事实上他刚好讲错了 美国现在的强硬 就是他的软实力 他现在要用他的这个力量 由软实力变成硬实力 所以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亚洲周刊 现在才发觉已经为时已晚了 其实这四个人 是一直的包围在川普的身边 他们是很多 我觉得中国一直误判情势 认为川普是个商人 他不会在意很多的价值 不会在意什么民主 有钱就好了 错错错 刚好相反 川普的身边都是这些非常鹰派 对中国非常鹰派 而且非常挺台湾的 像美国这种反中的情绪 不是只有共和党 是民主党加共和党全部都反中 而且不是说只有在白宫 什么Navaro你们这些精英 是连中产阶级 甚至一般的民众 他们对中国都感到害怕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给台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怎么样 跟美国正在同一价值 为什么我们看到台湾旅行法 或台湾保证法 一再一再出台 我觉得这就是不只是美国的 川普挺台湾 美国国会过去挺台湾 现在连美国最保守的国务院 或者是国安会 也跟台湾站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台湾怎么样扮演一个好的角色 我觉得考验着我们的政治人物 是 这个人叫做班农 他是白宫前首席测试兼顾问 不过我记得川普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他今天讲 他说在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里面 美国总统川普不会有一秒钟的退缩 那这场争端正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我不晓得文杰 文杰是有看出的议员 敢说白人都没看出 我没说白人没看出 你看得多 你干嘛这样陷害我 我还整整你 是是 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在选举 选举落幕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松手的 他们的美国总统大选好像是明年 11月 明年11月 那所以 还有一年多 对还有一年多 所以这未来一年多 川普这种 左打中国 右打 反正到处都打 川普是这样的个性 那但是其实 就是你要看最后 到底明年的选举 到底结果是什么 因为我最近看到 CNN最新的民调是 民主党里面是 那个Joe Biden 就是那个 拜登 前副总统 对就是欧巴马的副总统 他目前是遥遥领先 他现在的 他是39%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名的是那个Bernice Sanders 他是15% 那个老议员 老议员 他是15% 我差这个 39跟15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那所以 如果 对不起 所以我跟川普都在攻击拜登 对 那但是拜登 他是亲中派 因为他是跟习近平 习近平在还没有当上国家主席之前 那他在做副主席的时候 那拜登那个时候是副总统 他们就有很多的来往 所以这个 现在都说这个美国政界最了解习近平的人就是拜登 拜登前一阵子他又说这个 他不认为中国 他不要担心中国 不要担心中国 那当然就被川普K 但是对拜登来讲 我认为他打从心里面 他还是比较传统民主党的那种 所谓红军 就是说他是比较亲中派的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民主党也有转变 比如说那个他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那个Chuck Schumer 他也是挺川普 他挺川普打中国 民主党其他很多人 像Bernie Sanders他本身也是 他其实跟川普差不多 那所以 就是说到底明年的选举会怎么样 就算拜登赢 那会不会变成说民主党又整个又转变了 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去 都要去特别去考虑 也就是说对台湾来讲的话 就是筹码 就是不要不能够 可能不能够只放在一边 可能不能只放在一边 但是我必须要讲 现在就是说 现在以目前的气氛来讲 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他们就对于中国的共识 其实是挺高的 其实是挺高的 那所以 如果是川普赢 赢任成功 我觉得这样 对台湾来说 川普的连任 其实是比较符合台湾利益 虽然从意识形态来讲 我是不太喜欢川普 我必须坦白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对台湾的利益来讲 川普的连任成功 是对台湾是比较好的 那你至少对台商回流这个事情 他对台湾就是一个无价之保 然后国防采购上面 然后 总总总 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川普的连任当然是很好 但是中国 北京那边 他现在其实就是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觉得说我撑 撑到你川普落选 反正一年多 反正一年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可能对 目前看到中国媒体的一些言论 包括他们的官方的这个人民日报也好 或是等等 我觉得他们是不打算跟川普妥协 也就是说 我撑 我撑 我撑二十八 我撑二十八 那他们觉得说反正 现在已经最坏的状况已经这样 那你 还要拚我们 再来撑一十八 对 所以我不觉得说 接下来会有什么具体的贸易协议 那从川普上来之后 有很多的法案 然后这个有利于台湾 包括北美事务协议会的感应 未来还有更多突破吗 未来 具体的我没办法说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台湾目前其实最需要的就是 跟美国的那个贸易协议的部分 FTA FTA 但是我认为美国他 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帮忙台湾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克服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美国人最重视的 其实就是美租的进口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 我们的 就是其实马英九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有跟 他就有公开说 他说小英总统 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真正敢跨出这一步 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那你这个问题有办法处理 让美国人觉得说你台湾不是故意在 故意在用美族的进口 在扯后腿 那他才有可能去跟你做一个FTA的协议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 化相 化先 说好一样不用怕 因为美国地继续炒 要怎么说 炒粗的吗 炒粗 那有一个核 有一个核 因为他没压嘛 我们台湾地有压嘛 那差多少 对啦 但是我也必须要先说 就是说因为FTA这个事情 其实牵涉到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 可能就必须要开放 就像我们现在要跟日本 我们要加入这个CPTPP 所以现在最近不是在炒清酒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让日本的清酒关税 让它下降 降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各个行业 牵涉到各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觉得台湾的民众也要自己要去 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就要加入自由贸易区 我们要跟世界做更多的连接 但是我们同时我们自己可能会有些产业是受伤的 这个是大家就必须要讲清楚 是 我想稍微补充 就是除了刚刚文杰讲的 这个就是说其实民主党跟共和党 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算蛮一致的 那但是现在中国似乎还是想要撑到明年底 那等到选后看状况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有观察 不管说是比较亲民主党的几个媒体的 一些对于中国的社论 包括最近纽约时报有几篇 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件事就是 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真的他只是方法的不同 他对他认为跟这个 也就是说K中国要怎么样K到才会有用 的不同 他不是说不K 所以想要拖这当然是他的一个招 但是以目前的这个 刚刚其实几位有讲说 整个美国的大众 民主党跟共和党 乃至于你现在 你现在就可以看民主党的方法 他其实也在想怎么样才会 对美国对中国是施加压力 他并不是说要放松 另外就是刚刚在讲说 那现在已经这个北美事务协调会 已经改成这个台美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以外还有没有哪些 我就说现在其实最要看的 我认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台湾保证法 到底会不会通过 我认为会当然会通过 通过以后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台军售的常态化 重启美台贸易协定的会谈 就是刚刚在讲FTA 那个FTA就会有刚刚文杰讲的 我们自己的产业上面有没有办法 但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我要说的就是 当我们开始跟美国 做这个经贸的谈判的时候 这就表示我们并不是完全是 只是像现在有些政治人物讲 看中美之间在互斗 我们在中间夹缝求生存 没有 我们也有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也在美国说 我们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我们自己要来说 当这一个会 这一个双边的这个经贸谈判的时候 对我们自己怎么样好 我们的主体性就出来了 不是像在那里说我们就做小孩 怎么会怎么会 不是这样 是是是 那这个是 这个今天最新的新闻说 中共开政治局会议 说要决定贸易战的策略 那香港的媒体解读说 因为习近平要大家一起来扛责任 最近的中美贸易战 那法国的媒体的看法是什么呢 说这个很可能是中共高层派系内 有人反对习近平 对美国谈判策略跟主轴 因而开政治局会议 跟习近平示警 然后我想请教范老师 为什么要开政治局会议 明明是已经皇帝了吗 对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开政治局会议 那我们知道他最高是政治局常委会 常委会是七个人 政治局委员算第二层的 第二层的大概都是什么直辖市的市委书记 或者是这个大的城市的市长 才有可能当任何什么西藏自治区的书记 这种大的直辖市跟地方的书记 也算是地方一把手 才可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概一百多个人 那为什么就要共商国事 因为我觉得最近习近平20号 我们知道他去看了去江西的干州 去看了那个西土 所以昨天中共发改委 就是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这等于像我们的金建会 他也发了一个文 就是说我们要用西土来对抗美国 那现在从习近平一讲了 那现在变成中国的所有的媒体 都在打西土战 然后这个人民日报 这两天讲了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物谓言之不谓 物谓 物是不要的意思 谓就是称谓的谓 言之不谓的意思说 不要说我没先打招呼 那这个中共的 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其实中共的一个喉舌 政府的喉舌 它的社论都很重要 我们过去看它的社论 都表示它中共的立场 讲过这句话有三次 一个就是中印边界的战争 第二次就是中俄的珍宝岛事件 第三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所以人民日报这个时候讲了 就是说物谓言之不谓 什么意思 就不要说我到时候跟你美国打仗 我现在已经 我这句话等于表示要开战 就是我准备给你打仗 那我先说挑明 你到时候你不要说 我没给你警告 中美要打仗 人民日报发这种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讲 川普这个时候到了日本去 表示什么 我要给你中国强硬 那你人民日报 你讲了物谓言之不谓 物谓言之不谓 什么意思 好像我也不敢要示弱 这个插枪灼火不得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 习近平他到底 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这次到 他现在讲这个要去用稀土 我刚才讲 美国早就准备好了 美国要跟澳洲合作 而且美国不是没有稀土 美国是不愿意开采 为什么 因为开采会耗费 非常大的环境的代价 所以美国全世界 美国产石油很多 美国为什么到处更加买石油 我要把全世界的石油 买到我美国 等到有一天 全世界没有石油的时候 我美国再来开采石油 还有我的页岩油 所以美国今天不是没有稀土 习近平打这个稀土战 根本就是打错了 他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 叫全中国跟着他跑 但是中国现在有势之势 比较理性的人 他们不愿意看到 中美真的发生大战 因为中美如果发生大战 那中国会不会从此就挺覆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中国危机 但是很抱歉 因为现在所有人不敢忘记中央 习近平一个人做了决定 大家都跟着习近平跑 大家跟着 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是会担心这个危机 所以我认为 他接待来的北戴河会议 可能会很多大佬 现在频频出现 江泽民 这个曾庆红 李克强 为什么最近都出现在媒体上 他们可能要出来遏止习近平 所以我觉得 川普现在做了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要把习近平 跟中国共产党切割 就是说今天会造的这个情况 是你习近平误判形势 是你习近平 你用的刘鹤 用你的北京101中学的同班同学 你诱人为亲 就搞成今天大家下不了台 是你习近平 把我们全中国共产党绑架了 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做的事 要做切割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紧张了 赶快召开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就是 怎么样巩固他的权力 OK 好 那选国家的这个领袖 非常的重要 那竟然说有人喜欢 也说不要管统战 谁给我钱 谁就是爸爸妈妈 那可是这个小英的这个拼经济 到底做得好不好 但我们有数据来这个做深入的分析 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看政治道了 那这个苗栗县议员呢 他是怎么说的 怎么会去讲说不要管中国的统传 谁给我钱 谁就是爸爸妈妈 好 来 我们来看微信 民间党苗栗县议员罗贵心 咨询县长徐耀昌 针对4月底县长的大陆行 与湖北省达成共识原因为何 你觉得湖北省 同意在苗栗的农产品滞销时 愿意紧急采购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品质好 价格好 还是一种统战手腕 我想 我凭两性话讲 都有 以上仅有 县长直接认了农产品统战 罗贵心担心治标不治本 因为县长频繁到大陆 还会见湖北省书记国台办 双方会面气氛良好 对于支持苗栗农产品 却只有口头承诺 没有签订MOU 罗贵心认为统战意味浓厚 只是口头上 那当然我会更担心 因为他说不要就不要 你就知道他共产国家 随时说翻脸就翻脸 就连中国酒商捐60万 给南庄国中引发统战争议 校方退回捐款 国民党现议员郑居然 也语出惊人 身为现议员说出 谁给钱谁就是爸妈 谁就是老大 让曾文学很傻眼 对于从苗栗的首长 到明代都认同统战 现议员曾文学说 实在让人忧心 这个县政府 然后这种议员 真的是还蛮忧虑的 因为像这样的议员 的问证品之后 实在是 因为现在中国对台湾已经入岛入侵了 不仅是里长 也不仅是农产品 他包括到 可能在台湾 在板游东 也有可能藉由学生的两岸交流 他都有可能是中资来资助 像今天议会 新北议会在总之群 侯友宜 就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金发局跟交通大学合作的一个新北创立坊 他有这个包裹这个预算在这边 看起来冠冕堂皇 跟学校合作 但是呢 其实他是中资来家 譬如说 你要来研究什么电商计划 来比赛 有关这个新创产业 这有够离谱的 其实屡见不鲜 不止这样子 那农产品 从蔡政府这样子 总统上任以来 光只有农产品吗 那靠农产品 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 就可以解决一切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谢金河先生 他最近下脸书 他说 有志大卫者 请把自己的管区照顾好 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喜欢说 拼警戒拼在嘴边 而且指责别人 只拼政治不拼经济 然后他说 现在郭台铭每天上电视 告诉国人 他最有能力拼经济 但如果鸿海的股价 贫创新低 怎么说服大家相信 他有拼经济的本事 他说郭总在拼政治的时候 也该注意集团旗下的股价吧 你不知道鸿海最近多少 七十几块 今天他收拼了 七十二块钱 但是他说 那时候传统他要选总统 起到九十七块 九十七块钱 九十七块钱 现在七十二块钱 六二十空 六二十空 这样是多少 两三块钱 对吧 快两成 快两成 快两成五 然后他说 这个印象中拼经济 成绩不佳的小英总统 最近说 不会让唱衰台湾的人得逞 吓了我一跳 小英突然变得勇敢 我仔细看过 国营企业上市公司的股价 除了昨天说的 高铁公司股价大涨 你这高铁现在多少 四十几块钱 四十几块钱 然后 赵峰金 第一金 华南金 何库金 台气银 台肥 台延等 这都是国营事业 股价都创新高 你说小英三年的任期 台股写下历史上最久的万点旅程 你说 他说如果从股价看拼经济的功夫 这就是一个指标 这就是看你的本事 董教授 郭台银有点厉害吗 其实对郭台银来讲 这是个好的机会 因为 郭总他们接受媒体 电视上电视的时候 我有一次也在场 那次来不及 本来想问他一个题目 他能不能用鸿海证明他的能力 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说好 鸿海没有你 还可以表现得很好 怎么看他表现得很好 就是在中美贸易大战 中美贸易冲突的过程中 鸿海可以过得很好 过得很好 两个指标你去看 一个就是说好 他的股价 因为股价跟股民是最直接的 第二个就是说好 中美贸易大战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企业都在观察 鸿海的业绩或各方面 可以表现得很好 这也可以 第二种证明过台能力的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 因为他现在还是鸿海董事长 中美贸易大战 至少还要打一段时间 你现在是现在的董事长 法律上你就是负责人 你可以证明鸿海在这段时间 突围而出 这也可以 对 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管理这个国家 你可以把鸿海弄得很好 这其实是最好的证明 郭东辉不知道几遍承诺 200元 说要2元到200元 说他5年才会负责 那是9年说的 他现在像70几元 他最早是说没有200元他会负责 对啊 可是这个我们比较强求的他 他现在什么专总说的 为什么要怎么信 我们宽容大量一点 没有 那你是宽容大量有红海股票的人 没办法做 现在问题是这样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因为红海现在是说 郭台银还在国民党出现阶段 可是红海现在的股东是意外受害 间接嘛 就是说 股票在他正式宣布前 拉上去 对 一路拉到97块多 然后宣布之后 这个一路掉到 我记得上个礼拜天晚上 红海还临时发重训 在打什么 70块保卫战 因为隔天礼拜一 重训的重要讯息 礼拜一红海的股价 其实在70 71之间跑来跑去 好 可是我慢慢讲就是说 我这个长还是做人 好 买了五分钟 好 成交量大增 放大放大 好像11万兆多少 我太过有人去脱掉的 不可以打70块 这个我都不去揣摄他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郭台银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选总统 OK 这是权利 你有的报复 可是不要让红海的小股东 不要变成意外的受害者 或者间接的受害者 因为红海股东 红海不是只有红海 红海一家公司 他在台湾是好几家上市公司 所以这个事情你可以回过来看 比如说 你刚才讲到那个数据的事情 因为台湾所有的一切 都跟中美贸易战有关 比如说某些思考 在欧巴马的时代 跟在川普的时代 可能就不适用 其实这个对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是考验 可是最近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今天再看 还有一个新闻很好玩 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最近跑回来买台湾的金融股 这些金融股里面 因为金融股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稳定 你说如果 如果因为它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这都退休金有关 如果不是闻到中美贸易大战 它的资金 那个资金是很大的 你不是觉得不安全 因为他们在2015 2016的时候 是跑去中国 你这个时候在2019年 忽然间大量跑回来 他最近固定买我们五家金控 对 有五家金控 他固定在买 就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就告诉你说 他闻到有些味道不安全 所以他要把他的主权基金 跟他的退宣有关的这些基金 他要从中国分批要疏散 然后很好玩 他疏散再选择台湾的金融股 所以这个都会告诉你 就是说钱 金钱这个事情 他会告诉你一些趋势 那回过来就是老谢那句话 他其实这句话就是说 国台北 其实你可以用鸿海 证明你自己的能力 不要让你的小股东受害 这样子你在争取 国民党的提名权的时候 会更有说服力 同样的这个对民进党也适用 中美贸易大战 你现在看到有很多 外国企业来台湾投资 制造的就业机会 同样那也是川普 为崛起的原因 川普为崛起两个 一个美国人 他主观要认为 中国剥夺他的就业机会 还有什么 有一些被抛弃的选民 尤其是一些 原来是蓝领的白种 白人 他的工作机会不见 所以这些人大量的支持川普 了解 这个趋势 目前你看不到变化 我们来看国外 是怎么看台湾的 这是今天最新的 5月29号 说瑞士洛杉安管理学院 今天公布2019年 世界竞争力的年报 全世界63个国家 比较 第一名是新加坡第二名 香港第三名 美国 台湾排第十六名 比去年多赢一名 亚太竞争力 亚洲太平洋地区 就很多国家 竞争力我们排第四名 我们甚至赢 韩国跟日本 领先澳洲 纽西兰 马来西亚 泰国 南韩 跟日本 指头上 这个是什么 说我们的政府效能 第十二名表演是最好的 这要是怎么看 这样子 蔡英文政府执政 在经济的表现 我不会说什么 他一塌糊涂 他没说 如果从他GDP成长 就实质的数字来看 没有说非常差 但是比如说 比如说他给民众的信心 看起来是不足了 比如说小英 在执政三周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民意基金会 有做了一个民调 台湾民众对于 蔡英文政府 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满意的人只有29% 不满意的达到64% 是这样没有错 那两岸关系因为激动 所以大陆观光客来台 我们的就减少 大幅的减少 那我们的观光外汇 一年少了840亿 这是实情 就是说当然有一些部分表现好 但有一些部分的确 尤其这种观光产业 因为它是这个 影响到波及到很多的 你说饭店的小吃摊 奥运家都会影响 那所以说有些人觉得还不错 有些人觉得这个受到影响了 但是整体而言的确它没有崩盘 可是这个是民众对于小英政府的期待 有这么低吗 我觉得说当时之所以会换党执政 当然是对于小英希望它可以更好 更高 那所以说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只能说大概没有崩盘 但是也没有达到期待值 那当然就是说 接下来我觉得小英必须要拿出 他更好的东西出来 说服大家再支持他 不然如果连他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都要质疑他了 是不是 那民众怎么去相信 就是说小英政府如果要执政的话 我们的台湾竞争力会继续好吗 而且话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虽然我们今年进步稍一名 但是我记得这几年来 这个像去年的名次大概是 如果没记错是近九年 还近十来年是算是最低的 在国民党执政还是有更好 但是我坦白讲如果拿一年来看 也不尽客观跟公平 那我只是要讲说 台湾站在一个 以出口为导向 以贸易为导向一个国家 面对美中台的复杂的关系 尤其现在又美中的贸易大战 又加上日本的角色等等 我觉得说台湾要 不要被成为一个棋子 而是你在这个复杂环境里面 怎么获得最大利益 不要压错宝 而让台湾陷入一个险境 对一个总统很重要 所以现在在所有的候选人里面 韩国瑜的民调其实是最高的 不过因为吴子佳出来说王小姐事件 吴子佳是说第一韩国瑜说谎 第二他说王小姐那件事 韩国瑜的贸易是很不错的 好 那可是韩国瑜跟他所谓的朋友 这个黄文才 他是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来我们来看位置 我觉得这些抹黑应该是可而止 这为什么吴子佳董事长说检调 检调是侦查不公开的 那为什么半个月前 外清德前行政院长 跟八位立法院吃饭 整个被曝光了 是不是有国家公权力 真的介入来当打手 这是不对的 检调是不公开的 而且我在台北农产这段时间 所有的账都被爆走 开了12张船票 全部搜查 有问题早都应该爆发出来了 那至于这个打麻将的事情 我不是公务员 我到了高雄市到现在 我没有打过一场麻将 我先把这个事情 问题先要讲清楚 黄文财先生 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他很了解各种来龙去脉 我就不再评论 王阿姐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这是 然后后来就一次 后来有一些办局的场合 然后介绍给韩国瑜认识 是我的朋友 韩国瑜担任台北农产之前 我们都已经认识 大家都认识的 然后我们偶尔会打麻将 那有时候我们去那边 打麻将可能打到半夜一两点 我们就结束以后 我就会载他去万华 敌食堂那边上班 然后去看拍卖 那我们不是天天打 我们是晚上 晚上下完班以后的时间 再打麻将 我们就是卫生麻将 几个好朋友 然后有时候 不一定在那边打麻将 就是几个好朋友 在那边泡茶聊天 就是一些好朋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当然吴子佳可能知道更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不会购吴子佳 可能不敢告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不喜欢说人家这种事情 但是看起来 因为你要看黄文才他怎么回应 因为你们刚才播的这一段 实际上他有讲说 确实那个时候 检调在查韩国瑜的 这个北农的案件之后 有发出了12张 就是搜索票 对 那这位新庄王小姐的住处 确实是其中之一 对 所以这个是黄文才自己证实的 检调是在侦办蔡崇案 对 北农的蔡崇案 他竟然说查到对王小姐的投机 对 大家知道检调叫 要搜索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必须要 理由要很明确 要有主意 怀疑 有犯罪事实 你才能够去弄到搜索票 那如果说你只是和一个人 只是打麻将的朋友 我不相信检方会去查 或去搜索 譬如说 如果我跟四平兄 如果我今天有什么事情 检查 检方要搜索 我绝对不会搜索到大家 因为我们只是一般朋友 对 所以 对于检方来讲 他要搜索这个地方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那今天检 北检我记得昨天他们出来是说 他没有录影带 但是北检没有说 我没有去搜索这个地方 对 所以他搜索 当初搜索的理由是什么 我也希望北检能够出来讲一下 你为什么会怀疑说 这个地方是值得搜索的 就是说 还是说你当初有挂线 你挂线你有知道 听到谁 听到谁 还是什么 我觉得当时的这个 承办的检察官 或者是这个调查局的人员 可能是不是要讲 要厘清一下这个事情 那现在有很多 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讲 至少我所听到 就是名字已经出来了 名字出来 这个王小姐名字出来 因为都是从北农传出来的 北农内部的员工 什么 因为当初韩国瑜 他在任内的时候 他用了非常多的人 那很多在北农里面 其他老员工都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跟你什么有关系的 对 所以北农已经有 有类似这样的说法传出来 那名字 包括说这位王小姐的 可能有亲人现在 就是还在北农 因为他是因为 这位王小姐的关系 所以亲人 他的亲人 韩国瑜当初就把他的亲人 给塞进来 都还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范老师跟你打个麻将 你就会帮他安排人 当然也没可能 如果我们只是排搭子 我是不可能帮你出力 如果是很久的排搭子 很久的排搭子也不行 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很深厚的交情 所以这个 我觉得韩国瑜如果 他对吴子嘉有疑问的话 或者说他不满 他可以去告吴子嘉 对 可是他没有告吴子嘉 我认为他不会告 吴子嘉说他要告 韩国瑜 那吴子嘉应该 我补充一句话 因为刚刚文杰兄有提到 就是说 那个有开了这个搜索票 有犯罪嫌疑事实的 可是我们要看那个结果 事实上韩国瑜这个案子 是因为那个蔡崇案 那事实上最后检方 是签结 不起诉 换言之 这个没有犯罪事实的 董博兄 这个人听说 以前在新新闻 没有 这个是因为打电话 回新新闻去问 因为很多 很多人都打电话到新新去去问 数字周刊的 现在的社长间总编辑 也是新新闻的人 那 大家问 新新闻里面就查了 现在就把洪文材 当任总经理 总编辑那段时间的员工 调出来看 就是 单身离婚姓王 没有吻合这三个条件 就有姓王的 人家没有结婚离婚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有离婚 单身 离婚有小孩又是姓王的 你做 做广告也好 做记者也好 就没有这个条件 那因为文材以前 在其他的媒体待过 所以不晓得是不是 其他 他在担任其他媒体的时候 介绍这个王小姐 跟那个韩国人认识的 那韩国瑜 我知道是这样 因为韩国瑜 在离开北農之前 刚好 他常常在一起的一个朋友 刚好是我的好朋友 那个时候 韩国瑜比较烦的 就是说他到底 要不要离开北農 当年的被司法调查是一个 他其实担心的不是蔡冲 他不担心那个 他比较烦的 觉得是那个蒋经案 就是八千多万那个 你觉得王小姐这个案 还会不会再发展下去 如果要讲哪里关系 要抓现成的啦 除非现成 没有现场按住都不算 你没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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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难讲什么啦 因为 或者写什么情书啊 或者是LINE啊 那个当年该扣的 当年该扣的都扣到了 但是你说这东西 敢不敢外流 能不能外流 或会不会外流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监察院很有用 你只要有一个属于应该要保密的资料流出去 监委一定跳出来办 你只要怎么说韩国瑜音乐 这台事很不选的 他也知道了 我也怕被告 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的李嘉芬 对韩国瑜喝酒比较有意见 打麻将我不曉得没有听过 他有喝很多 他不是都在那里面火星而已 因为韩国瑜是没有准备当选高雄市长 还是回到在北农最后倒数计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跟我朋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常委 现在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会去高雄 他甚至当时要连选党主席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谱 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在一起喝 那喝当然不是在海产店 都是到有人帮你倒酒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韩国瑜 真的还蛮常喝的 所以我们把他当笑话听也好 他们大家都在开玩笑说 他们的朋友之前开玩笑 开玩笑讲说 为什么李嘉芬要陪韩国瑜出国 胖然他出国都跑出去喝 我想开玩笑 因为这是消遣 所以韩国瑜这个喝酒这件事情 你注意看 他不敢用这个事情多讲什么 可是女生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太太负责 但是李嘉芬会跳出来 跟大家讲说 我很生气我老公这个事情吗 也不会啊 因为父亲这时候是同龄鸟 这个时候没有大难来 不会各自飞 所以这个事情纯粹就女生的这部分 除非吴子佳拿到什么 对 比如说有一个简讯 吴子佳怎么这么敢说 这是你厉害啊 我们跑施法都没有拿到啊 敢说有很多 应该苦令店也很敢说 问题是讲了以后没有被告这个就厉害了 对啊 那这个我们能讲说 如果 因为那个苦令在这里讲 那个程志愿 管长啊 管长要道歉啊 你如果不道歉我就告 那苦令是马上道歉 那这个事情是 韩国瑜没要告吴子佳 吴子佳听韩国瑜这样讲了 他说 这样我要跟你告你说八十 会不会估计他是媒体人还是什么 不晓得啦 不会啦 这种事也不可能啦 涉及到名誉问题 我们看到黄光琴质疑 说什么咖去韩国瑜喝酒 酒杯手放哪里 对不对 就质疑他是去那种 可能是游女陪室的场所嘛 然后你再看杜子佳 杜子佳讲的就很明确了 他说他是不是有非婚生的这个子女 或者有没有长期跟人家 这个 这个住在一起 跟别人在一起交往的对象 然后再加上吴子佳 就这三个人讲的东西都蛮雷同的 就我觉得就是说 韩国瑜当然 刚刚说吴子佳有没有实际的证据不知道啦 因为看起来韩国瑜好像去这位 王小舟姐的家好像蛮平凡的 那我也不晓得是不是黄文才每次都跟他去 黄文才被他随护了 两个他只要去他就跟他去 我刚刚两个真的很好 对 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 因为搞不好大楼有监视器 搞不好有邻居 因为韩国瑜这种人蛮好认的嘛 搞不好电梯里面会遇到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也会有人出来 说有韩国瑜常常来 他那个头很容易认 三不五时看到他 那这个可能问题就会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发展 但是会不会致命一级 目前看起来倒是未必 但我觉得现在有意思是说 韩国瑜他六月一号 要到台北凯道上街头 他说他是被动的 他说我是被动参与的 可是当你上到那个街头 大家喊动算的时候 你讲那个你说你是被动 就破功了 你就是主动了 他现在都说我是被动邀请 我是不可不得不去 决定就在你嘴巴里面 你要不要去 他现在讲了一大堆 什么我选总统是为了高雄 让高雄更好 什么我竞选总部在高雄 什么我当选以后 我的就职点也在高雄 我当了总统在高雄上班 其实我觉得他讲这些 都没有办法掩饰 他六月一号在台上 大家话动算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的跟高雄切割了 高雄已经认定 你已经被判了 你就是要被判89万票 对你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讲了一大堆这些铺陈 好像要掩盖这些说 我跟高雄 被判高雄的事实 我觉得很难 就这是他最大的盲点 第二个我觉得郭台铭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郭台铭不见了 今天郭台铭也不见了 好像没有什么声音了 没有声音了 不见了去哪里了 全台湾寻找郭台铭 是不是坐了四川飞机 跑去哪里了 是不是处理鸿海的股票 狂跌的状态 但我不需要讲 如果郭台铭 常常不见 常常不见 他跑去护他的主业 这个人怎么来选总统 我觉得郭台铭这两天 忽然没声音了 所以我 随台湾要贴出布告 寻找郭台铭 那双冬都为了 对 你在哪里 你是坐着你的弯流 又去了中国吗 你是不是去看你的厂房吗 你去顾你的本业吗 你是顾你的股价吗 所以你当 这就是郭台铭的麻烦 就是他现在 我觉得接下来 换缓的股东会 我们等着看 这些小股东怎么处理 帮方老师补补一下 郭台铭说他吓我牙痛 就医 对 给他公道 祝福 牙齿痛不能出来 祝福早日康复 有关韩国瑜 还有很多值得讨论 等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这个韩国瑜 他说他的这个办公室 有人进来 这个城局的前摄影官进来偷 当小偷 他说如果警察官把他当成偷窃案 那案情就不单纯了 然后他又说 高雄市政府重要的公文 前纪要 前朝的纪要 把他带走了 到底他是要说什么 是不是要阻碎 6月1号的造势 那如果是的话 那个人数 阻碎是不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等一下 我们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 如果前朝的纪要 把公文带走 那过一段时间再还会来 既然已经离职了 怎么可以带走公文呢 韩国瑜说 前朝官员带走重要公文 好严重的指控 到底什么公文 一清查就是5年前高雄气爆 李长荣化工为了表示 负责会赔偿被害者 将23亿5000万元的土地抵押 全给高雄市政府 这份文件 只是一个凭证 不是地气本身 到底谁拿走的呢 前纪要又是谁 被质疑的金发局 前局长李易德跳出来痛斥 公文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高雄市政府 这是在转移王小姐事件的焦点 眼看火烧回来 下午金发局和新闻局赶快出来 坦承是交界上的疏失 因为一开始知道不是这样的 一开始以为就是一叠知道 突然出在桌上 某个人交给他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重要性 然后在整理那一叠之后 才赫然发现有很重要的公文书 金发局前纪要离职前章文件 交给一名正型科长 科长整理后 发现这个重要的公文 转放到主任桌上 可能没告知清楚 就被认定这份消失后 又突然出现的公文 是前官员带走又还回来的 但其实这份凭证 带走了也不能卖钱 律师也说遗失也有办法补救 韩国瑜一句前纪要拿走 重要公文 查到变成交际疏失 落差有点大 可能这话说得太快 引来了误会 也掀起轩然大波 这份新闻 说实在充满了想象空间 高雄市政府重要公文 前朝机要曾经带走 这个 瑞德 是 他要说什么 他要说 那么前朝的机要 把机密的东西 进一步 可能有弊案的东西带走了 把证据带离高雄市政府 他要刑术就是这样 那现在后来怎么说 给水冰亚水不是吗 对 那如果按照这个蔡正元在 那为什么你不查清楚以后再来那个呢 如果按照韩国瑜开一个记者会 针对蔡正元那4000万的政治先进的指控 对不对 那么他跟蔡正元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要求蔡正元出来道歉 不信心就不要做 那种真男人的那个做法 弄错了就出来道歉就好 韩国瑜市长要出来道歉 因为你这样对前朝的机要是一种无辱 所以你要公开道歉就好 你弄错了 弄错没有查清楚 你的幕僚在跟你讲这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说清楚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做吗 所以后来证实了 是高雄市政府出来打你的脸 说是因为你们这个交集自己的疏忽 那就出来道歉 如果没有就出来道歉 否则你就不是女儿子了 好那我们再看韩国瑜今天又说了 他说市长是十一中 这件市长是什么去过呢 他在刷备了嘛 没有错 说被小偷闯入就是前朝 那个陈菊十年前的摄影官 现在韩国瑜说 如果一切到罪把他办了 背后就是不单纯 郑律师怎么会这样 不得理啦 你看这个是十年前 而且是后来就没有用它了 怎么会跟陈菊扯得上关系 现在就会说 如果真切到 说办他切到所以就不可以了 没有啦 如果是切到你就办嘛 跟扯到什么前朝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转移焦点 现在就会说 我看韩国瑜就是 目前的市政 他遇到很大的瓶颈 就会说 你看 有一天大家咨询就发现说 他只是说发大财发大财 他问真材实料的东西 他就没办法处理 是是是 所以他 我觉得他现在不只是 这个切到的事件来做文章嘛 现在刚才你说的公文 对 坦白讲 高雄市政务有什么大的公文 多机密 那都是在转移焦点 然后来推卸说 我这个市政府做不好 跟前朝有关系 这是很明显 过来就说 他最近不是忙着要去游行 要造势 我觉得他重要是要选总统 然后他用这种转移焦点的红性 掩盖他的市政不良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二鸟 为什么呢 那么可以帮六月一号 那个礼拜六的凯盗造势 把人潮积出来 把人潮积出来 我们现在 我听说这个韩国瑜市长 可能会演讲长达20分钟嘛 我都可以帮他 拟相关的演讲稿 你知道吗 他演讲稿应该很快就说 政治破坏 从那个窃听那个案子开始 这个案子呢 无姓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现在免职了嘛 也被移送法办 依窃到罪嘛 那么他一定会说 这个是政治破坏 你看他这几天的发言都是这样 这个是窃听 用这种方式来黑我 对不对 来窃听我 太过分了嘛 那么事实上他在刑术说 你看吧 还有人在破坏我 窃听我进去这种地方 其实洪怡刚刚说的嘛 他不止没有在这个地方办公过 因为他事实上 在还没有到凤山的 那个新的市长室办公之前 他也没有在旧的市围中心 这个市长室办公 我问你我要偷听他 我进去 他总共进去五次 对不对 那进去五次的话 我要偷听你 我一定要在窃听你的机密 一定要在你办公的地方 跟你睡觉的地方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窃听到这个机密的东西 否则我也装你车上 你市长的那个 所谓的车子上面 那我为什么会去装一个 没有那种地方 他可以用这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 政治破坏 然后你看用这种下山岸的方法 然后从这两件事情去 我为什么说一石二鸟 各位 上个礼拜这几天 大家在谈什么 谈两件事 新庄王小姐 打麻将事件 他推给了他的这个部下 黄文财 然后另外一件什么 另外一件就是 他们拿了人家 加起来 快要一百多万的 百岁的黄光勤指控他的 姑且不论那个3700的数字 代表什么 里面有一个包厢内 手放哪里 现在就要把这个 手放哪里 包厢这个事件 转移到 这个手就是水门事件 懂了吗 这还是他真正的目的 像这样的讨论 你看现在的寒天 很多政论就开始这边 鬼影重重 说这个 请问一下 什么叫鬼影重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是高雄市政府指挥的 如果真的有这回事 而且高雄市政府都出来讲 二月抓到他的时候 基于爱与包容 那为什么 为什么习惯你二月包容他 你现在五月 民调第一又要造势 你就不包容他 就质疑说 这不是单纯的切刀案 这个应该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政治窃听 或什么东西 为什么来讲这个东西 一石二鸟之计 所以我主要 我认为他有第三只鸟 第三只鸟就是韩国瑜 用这个事情 就把郭台铭给押住 因为新闻都 新闻都在这里 那么讲 你看 第一个 你用这个切听 其实他讲的是国家话 因为那个以前用 他的关键不是 他的摄影官 他的关键不是说 有没有切听器 不是 他的摄影官 他只要你记得 他是曾经是 陈菊的摄影官 所以10年前 就知道这个不好 没关系 因为他决定最怕的是什么 因为韩国瑜最怕的是 他韩粉松掉 那6月1号 6月1号要见真章 要数人头的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就可以 刚才前面大家讲的 你可以激励韩粉 然后外界对他的质疑 其实杀伤力最大 还不是什么 王小姐这些 是来自于 比如说 唐湘荣 湘荣他们这些人 对他的批评 那是南军内部的 可是呢 这个事情 当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韩国瑜的 选择案出来之后 南军的人 还可以再批评他 你的箭头 是要对外的 你不能在对内 你不能在检讨我 我们讲他 不影响韩粉 其实韩国瑜 他最近 很多在行述 他是被打压着 包含就是说 你看他说 这个无信工作人员 他是来装切梯器 他还讲到很传神 他是不是来换电池 他都已经讲到 这么细节 就讲到很技巧数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好像那个监控器 他没有在那边办公 为什么要来 一直换电池 高雄市警察局失识 对啊 那高雄市警察局 为什么要查出来 来查嘛 没有抓到这个 对啊 警察局的老板 不是市长吗 对啊 你一个市长 你怎么可以去 你掌握的是警察权 你有警察局局长 你叫他去查去追啊 那如果警察局说没有 根本没有什么窃听器 你讲的跟真的一样 不过他就是要告诉高雄市民 我为什么要选总统 因为民进党派人来监控我 民进党来监听我 民进党来找人去收我的 去找我的机密 然后他还讲了 高雄市府的官员 一些前朝留下来的官员 事实上在里面 不断地在泄密 然后他讲说 说他要整顿 对要整顿 他现在述到一个什么 我被中央打压 其实我上海外去高雄 我的确有个急诊车司机说 他支持韩国瑜出来选总统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被打压啊 他现在唯有要去 对 他说韩国瑜很委屈 他被蔡英文打压 他今天要怎么样让高雄发展 他除了他当总统 才能够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有人相信的 所以他要用这个方式来打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悲剧英雄 那我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总统 因为我是遭到这样的一种侮辱 我知道这个不公平的待遇 我只有我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为高雄做事 他要行述他的参选的正当性 因为他现在四个多月没有正当性 那他怎么样去建构正当性 就在这个地方 我补充一下 还有还有 他为什么讲韩兵 韩兵为什么说 不是青森 就是你们这些人在造谣 那我就知道我造成这么大 然后这样又有什么王小姐的事情 都是不过不在我身上泼粪 不在给我泼脏水 给我泼粪 然后我今天只有选总统 才能够厘清我的清白 所以他所有都在铺陈这个 我刚刚补充的就是 是范老师所说的 因为他的演讲稿里面 会从这个所谓的窃听水门 案件事件开始讲到 一定会讲到韩兵 为什么 讲到韩兵就说 你看连我韩兵是我女儿都要说 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样太过分了 是谁说 从头到尾请各位Google一下 是谁说 是谁说 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绿营的 也不是什么还可以说 是谁说 是他们清韩的自己人说的 清韩的人说 有这样传 我有听到这样传 那是谁 hold down 有种说出来 是谁 指名道行说是谁 是谁这样说 韩兵不是亲生的 韩兵我们不会针对人家 人家最也不及欺怒 所以韩兵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不关社会大众的事 我们也不会去质疑 但是他礼拜六的演讲 你想想看 他把这些要素全部弄出来以后 他会不会成功的激怒 这些支持他的韩粉 支持他以后 凝聚了以后 你看就是民进党干的事 就是中央政府干的事 然后他就把韩粉 那个事又想要把它给集结了 好 那蓝颖的议员 高雄市议员说 Q版韩国瑜 爆炸头 开会灭韩 韩国瑜说 政治小动作 恶心 来 我请教一下子泽兄 爆炸头是谁 好像是一个前局长吧 我觉得史泽是不是 我看媒体转述 然后还有一个是史泽局长 然后一个是 应该是影射是陈局市长 那有没有坦白讲 因为这是议员爆料 那他自己要提出更具体的证据 不过刚才那一段 我稍微跟 等一下 所以他知道爆炸头是讲陈局 媒体是这样揣测 可能是影射陈局 当然大家谈的 到底韩国瑜 有没有被政治增防 监听等等 我这么说 坦白讲 应该有多少证据 说多少话 那检调单位也是一样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那现在的证据里面 没有窃听器 从2月1号办到 现在没有窃听器 那你要指控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证据 有多少证据 说多少话是 国际建设专家李昌悦博士说的 现在没有窃听器 只有想象 现在没有换电池 只有想象 那个我 我知道你在说的意思 可是你看 就是说韩国瑜上任之后 他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的行程提早曝光 要去见谁 什么行程 通通都曝光 而且是在一个 绿营的网路媒体上曝光的 那这个会让他觉得很奇怪 好 那再来讲到就是说 这个前所谓的摄影官 陈局时代的摄影官 五次去到他办公室去偷拿什么 听说是红包袋 礼品什么 那边又不是文具店 那我要说 当然你说这些证据足不足以支撑说 这个有可能是有一些政治目的 可能还不到 可是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我只要说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角色异位 如果今天再潮的是民进党 那如果他前潮的 比如说是国民党 做了这以前的技工 还是什么基要 做这些事情 民进党不会站起来说 这有可能是有什么目的性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你后续 这个不然检调单位 在侦办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明瞭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要这么说 当然大家现在只能一个疑问 可是不要忘记 虽然大家不想提 我还是要讲 我们也不相信 我们的促转会 本来是要处理转型正义的一个单位 结果最后还是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民进党政府的确是创造这样的氛围 所以你不能怪说韩国瑜说 我今天如果我是当事人 我也会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疑问 所以不能说这事不能质疑 那当然 刚刚我同意瑞德哥讲 那后续如果有更多证据 那就拿出来让大家检释 对对对对 给我讲一下 这时候张天忻你看多好用 对啊 又拿出来用了 那不要犯错 我们就会用 对对对对 很好用 是啊 第二个 第二个 不过我讲知道张天忻事件 真的重伤明映 没有错 就会应该 好这个 这个是应该调查局的官 这是高雄市警察局的 所以是检警单位 这检警单位不是检调单位 OK 好我们先确认 这个职监官是谁 然后现在这警察局已经把他移送了 韩国瑜的那个精神状态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忘记你也不是这样说 连有一个局长去跟他开会 说手机要被收起来 就是局长跟韩国瑜开会不准带手机 可以录音吗 局长是他自己找的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这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况 什么状况 不是陈局的局处首长 是韩国瑜任命的局处 局处首长 你任命的啊 担心自己人 刚刚指责讲说话未思考 的确如果今天市长是民进党的 同样发生这个情况 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去怀疑说 这个无信人员 他是来什么装窃听器 国民党派来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又是台湾 你又是高雄 你又是直接管警察局局长 警察局已经找出没有窃听器 你还讲说要换 是不是来换电池 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要负责任 你可以说这个交由警察来处理 这个专业问题 你怎么可以寒沙摄影去描述呢 韩国就可以了 对 那这位无信人员 他如果今天说我被你市长误会了 我去装清新器 他如果心情不好 他发生了什么意外 你市长要负责吗 因为你市长代表的不是你个人 你代表是整个市政府 你是一个牙 你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任 你要讲话要负责任 你这个弹沙摄影 你不是一般我们的节目上爆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工作是不符合的 那你刚刚讲过 他去马来西亚访问 请问一下 谁 请问他泄密完之后 跟他的行程 他说他的行程受阻 是跟泄密有关 他根本没有联系好 就谁都没接到 国会议员没接到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把他推给说 是因为泄密 这个逻辑不通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他今天讲这些事情 我觉得只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样子不断的在这边 做这些转移焦点的事情 似乎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那泄密我请教 6月1号一定有你看多少人 我认为人会很多 人会很多 很多 这是我认为不排除20万 20万 对 欧欣平说我们这样子才13万 我觉得其实 韩粉虽然是很 韩粉是很凝聚的 但是你说从2300万来讲 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比例 可是他凝聚起来 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 而且大家最近看到韩国瑜 被骂啦 被讲啦 我认为他们真的 想要有个出口 有个出口 所以我觉得 但韩国瑜也掌握了 他前际上被郭台铭不断的 每天拿花莲台东 到处跑 上节目 他觉得他是被被动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主动出击 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了 我再补一句话 你想想看这个 闯入市场室这个案子 2月1号被抓嘛 现场火带嘛 他如果3月或4月就移送了 因为没有窃听器嘛 你今天5月27号能够拿出来用吗 所以这个时间实在是很好啊 所以你觉得他是什么 我没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 我跟你讲没有证据 但是好用啊 我只能讲 我只能讲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真的好 这个叫做真的好 如果要用这个政治上面的 这个所谓窃听好了 用合法的监听 行非法的窃听 后来出示检察总统 那时候黄世民的国民党 事件不是最好的事情吗 到国民党的这个总统 马兴九六地去嘛 对对对对 黄世民是合法监听 对他是合法监听做非法的手段嘛 他后来做非法的手段嘛 所以被判刑了嘛 泄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党啊 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啦 刚刚指责兄特别讲到 马来西亚的那个泄密事件嘛 对不对 说这谁嘛 各位把韩国瑜上任了以后的 巴拉巴拉巴拉 很多的泄密事件拿出来清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上个礼拜呢 黄光晴这个在脸书上 po了一个有关于前 高雄市差一点城 副市长兼主任秘书的 杨秋新就好了 不是有一个 有人故意去放风声说 哇那个杨秋新 弄了名单好多干什么吗 行说杨秋新 好像把所有局数所长 这谁泄密的 谁泄给媒体的 不止这个 事实上就好多好多 都是这样出来的嘛 那是谁泄的 原来是静听器 原来这个静听器 那个窃听器 是装在韩国瑜 根本就没有上班 根本就 没有不会在那边 讲机密话的一个地方的 一个无姓男子 是这样吗 如果你今天刚刚说到了 你合理的怀疑 大胆假设必须小心求证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无姓工作人员 今天给你 拿着一个小老鼠 切铃剂 你今天时空它是OK的 瑞德我请教 你刚刚说 礼拜 6月1号会有超过20万 人会很多 我看今天媒体 说如果超过20万 这应该算结束了 可能是 国民党的超算结束 我并不觉得 为什么 因为韩粉很凝聚 但是韩粉虽然非常的凝聚 韩粉不等于我们的国民 你知道吗 它是凝聚 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么在三三造势的时候 一厂兵一厂兵 你看那个烟钱 那个像香肠铺一样 牵条香肠 很多人是自己去的 塞车骑车坐 捷运桌 跟你去 一百爱动员 今天郭台铭说这个 会很趣 他说 他愿意出席 韩国瑜6月1号 凯道肇事 我们一起 郭粉跟韩粉 目标一直把蔡英文拉下来 我的肇事 我去叫你来 这是什么意思 我自动去 我自动去 郭台铭这个很漂亮 漂亮 他会去 他如果真的到场 不是把那个 整个韩粉的那个 去 叫什么 对啊 郭 是 韩粉的肇事 韩国瑜 韩国瑜 结果郭台铭来 你看 就撑屁啊 撑屁啊 韩国瑜总不能对 韩国瑜总不能对郭台铭拍名气 可是韩粉要 他带着国旗的国旗帽 你总不能给他丢鸡蛋 可是我觉得 郭台铭就是高招 可是韩粉不定 韩粉会虚他 会虚他 韩粉会把他虚下来 韩国瑜会支持韩粉 如果 郭台铭厉害的话 就带着国旗 对好连身上都带那个 韩国旗装 因为这样子 他就不用拿鸡蛋丢你了 上来以后 互相恭喜啊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 我们韩国瑜 多年了老兄弟 大家一起努力 就好像在高雄 推倒民进党一样 来推倒民进党的中央 在武大就说好不好 爬爬了 这次问的是20万人 他怎么有办法上台 人家没要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看他 我都在大声攻击 理论上看韩国瑜 会不会邀请他 然后第二个是 他有没有那个 叫小上去嘛 叫小后你虚 我跟你讲 危机就是转机啊 现在那郭台铭其实在 我认为要去 他就没让他去 他是不是 所以要邀请嘛 所以你听说 也有邀请这个柯文哲啊 柯文哲要前一天 才决定要不要上 要不要去啊 不然他邀请柯文哲 有可能 你现在是国民党的组算 你知道吗 紫萨 你要报上什么 我没有啦 我说这个比较不符合 这是你不容易两边讲 没有没有 我刚才讲初选 但我也参加过初选 你说自己初选 党内的同志 自己办活动 然后对方来 人会中啦 这个比较不符合常规啦 但是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因为这个场子 严格讲 不是韩国瑜自己主办 是韩粉 对啊 对啊 他们要邀请谁 那是他们的自由啦 但是我觉得理论上 比较不可能去邀请郭董 但是他会不会是一个 一个大惊喜 我不晓得 但是 或者是大惊喜啊 对啊 我这个 我只能说这个代表 国民党的大团结嘛 大团结 或者说这个是国民党 比民进党厉害的地方嘛 你其实符合21世纪的科技 叫创新 创新啊 也算是啦 大什么 大团结 大团结 我知道这床 6月1号这床 中和的邱家 出很大力 因为 邱家 他挺他的嘛 这是前市长 前中和市长 对 他还发了新闻稿 帮他解释 这个妙天的 这个事情 这个 整个 这个中和的动员 包括双和 这些 这是不争的事 因为他当年就请韩国瑜 当他的副市长 他过去 他从台北线发迹嘛 那 其实一个负责任的 政治任务 我要跟 子彤讲啦 就是负责任政治任务 跟一个政党 过去政党领导致 都要 讲出的话 都不能含沙摄影 都不能随意指控 像当年 明朗刚执政 2016年 党部招小偷 就是窃案嘛 我那时候当发言人 韩国人嘛 对 韩国人 你当个发言人 韩国 甚至当时候的党主席 出来可以乱讲吗 可以说 这是国际的 什么什么 卸道 什么丑闻 可以这样乱讲 不可以嘛 而且你又是市长 市长可以这样 说国家机器介入吗 动见观战 这不对嘛 你内心 说蔡英文 一个负责任政务 一个负责任政务 讲话要负责任 但是 那2014年 克文社的那个老师 但是我们对韩国瑜的标准 真的要拉得很低 我们也说民进党 可以讲国民党 对于市政 对于市政讲不清楚 漏洞百出 就算了 面对既的争议 就说迫害 这就是韩国瑜啊 政绩可以检讨啦 但是这个是你不能说 他不能怀疑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插一句话 来先 就可以知道说 民进党的出选 对国民党多高兴 那因为 现在新闻 这个张立善 他是挺韩国瑜 还有分年的议会 那这个 可是呢 新闻又说 黄敏惠是押郭台铭 国民党里面 真的敢有这样 本来 原来张家班 没有那么清楚 因为 因为张荣卫家族 他们跟 王金平 跟郭台铭比较好 韩国瑜 原来的关系 熟 可是因为韩国瑜 其实长期在政坛上 没有角色 所以 前一段时间 张家班 我们所知道的 他大概都是扮演 等剧外交 甚至还可以 居间 居间传话的角色 可是你从今天 那个 云林县议会的 那个表态动作 你大概看出来 不过现在 讲说 傅君旗 听话也是挺韩国瑜 对对对 傅君旗比较清楚 如果你要说张家班 已经 第五期 我会保留 因为这一段时间 不管是妙天 还是 一些国民党的人 我现在看到的是 压双保的比较多 压双保 但是他会有一第一顺位 跟第二顺位 可是这个当然 对于6月1号的韩国瑜来讲 那当然是一个 帮他造势的动作 是 好 那民进党今天 最新重大的这个进展 就是宗旨会 这个共识诀通过 这个 已经有一个初选办法 那已经结束了 那可是 有留下一些伏笔 比方说 林郡县说 有一个不同意 叫做不同意 意见 保留意见 那 赖清德讲说 他 强烈遗憾 那这个事情 未来是不是一个 不平静的开始 等一下 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看 政治道了 民进党的这个 中纪会 确定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民进党中指挥 今天讨论 总统初选 日程相关事宜 会中以共事决 通过24名 中指挥的提案 总统初选民调 才手机 加护民调 各办 对比式民调 这个 Sakato 纳入 韩国瑜 跟柯文哲 那6月10号到6月14号 进行民调 电视证件会本来是两场 改为一场 不过 这个 赖清德阵营的中指挥 林俊宪 发表 不同意见 要求列入 会议记录 来 新的进展 我们来看 福西亚 可以聊一下 这些可以聊一下吗 陈局缓缓走进 主席室 尼陀卓 竹荣泰 还有柯建民 民进党 终止会前 先来一场会前会 会议正式开始时 也取消直播 速战速决 意味浓厚 陈明文 手中比出的圆圈 意味圆满 没有表结 共识节 这个 24个中指挥 所提案 一直通过 最后共识节拍摆 才来两人初选 民调时间 6月10号到6月14号 手机民调 跟世话民调 各占50% 对比民调 原本的蓝绿对决 改成把柯文哲纳入 变成蓝绿白对战 证件会则有两场 变成一场 共识节通过 中央代主席 他不愿意表决 我们尊重他的立场 他说如果要表决 他就要离席 所以我们尊重 周朗泰主席的态度 大事已定 赖清的心理早也有顶 传出蔡赖28号 第二度会面 一谈两个小时 赖清的几度犹豫 但坚持走完初选 中指挥这一天 苏系 子弟兵 蔡献号 等四大版广告喊话 总统推动 同婚年改政策 是民进党一起通过的 但党员没有好好 替政策辩护 却让小英总统 独自承担民调低迷 这并不公平 他更大胆提出 中指挥应该进行 过半数的表决 直接征召 蔡英文作为2020 总统候选人 我已经好几年 没有看到他 连电话也没有 他要登这个广告 我也不知道 尽管实质中指挥前 苏系长不愿扯进派系 但四大版广告一出 坚定中指挥跨派系信息 既然蔡赖势必走完初选 最希望不杀到刀刀剑谷 为2020胜选 迅速收尾 好 那么今天赖清德 他这个 林俊宪受访的时候说代表 他代表赖清德说 表达强烈遗憾 这是赖清德的意见 那么这个林俊宪说 这是改变游戏规则 也不愿意承担骂名 那赖阵营不认同 这样的共事决 因此他明确要求党中央 留下他反对意见记录 那我想请教一下 范老师你怎么看 首先昨天晚上我看到了 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阳明山见面 我一开始看以为是假新闻 因为我看之前 赖清德他态度是很强硬的 甚至还有人认为说 他上个礼拜 跑到中央党部去 甚至说他的情绪控制上 好像有点问题 赖清德也出来解释了 反正他前一阵 就是好像没有转环的余力 我觉得是非 就是跟你应聘到底了 而且他当时他强调就是说 他不能够接受 就是说这个什么 百分之五十是视化 百分之五十是这个手机 他兼职是八十 百分之八十是视化 百分之二十是手机 我们知道上次的协调是建立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转环余地 所以昨天晚上这个 杨明山的聚会 我觉得就透露出一个 不寻常的消息 是谁有这个能耐 把赖清德找来 那把跟蔡英文 因为两个人见面 一定很尴尬 最近两个人 其实像杀的 已经有点刀刀见骨了 而且非常旁边的桌边的支持者 各自的支持者 都互相的批评 所以我相信他们见面 一定很尴尬 可是我觉得昨天这个见面 应该赖清德 妥协的程度比较高 第一个 我真的很想赞 那个位高人是谁 还是什么样的压力 因为我们看到了 赖清德已经接受了 百分之五十是 这个手机 百分之五十是视化了 他已经退让了 第二个就是说 他现在基本上来讲 他也答应 要把柯文哲放进来 不过我觉得也很奇怪 他现在是这个对比式民调 是韩国瑜 然后柯文哲来比 但是怎么没有把 郭台铭也拿来比 是民进党 你认为郭台铭无望了吗 否则到时候 如果到时候搞不好 郭台铭会赢也不一定 如果郭台铭这个 到时候散出 国民党初选 那是不是要重新弄一次 所以我觉得 这是第一个争议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几个民调 就是说 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 蔡英文 这个《苹果日报》做的民调 它是完全符合 目前民进党的做法 一半四话 一半手机 这是最新的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如果是蔡英文 韩国瑜跟柯文哲 目前的情况 这完全符合民进党 目前的规划 蔡英文四话是23% 手机是22.9% 如果在如果换赖清德 赖清德还输蔡英文 赖清德在四话是22.8% 但输得很少 但是输 手机21.3% 也输蔡英文 输了比较多 输了大概1.6% 所以看起来 目前如果按照 那我们看到 目前还有半个多月 因为6月10号到6月14号 蔡英文还有将近 半个月的时间充斥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蔡英文跟赖清德 是有点拉开了 我们看到昨天 昨天的这个 《苹果日报》 制作的是全市化 蔡英文也是 小福的领先赖清德 所以我觉得 对赖清德来讲 未来来讲 似乎这个民调 对他来讲 是往比较不利的情况 但是我还是 那个差距很有限 所以我大概如果 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可能赖清德就起来了 了解 不过我觉得 从目前来看 赖清德是让步的 但是他也感觉到很委屈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 他表达遗憾态的态度 还有林静怜表达 我觉得是在什么压力之下 让他投协的 这点我是觉得值得去探讨 请教这个郑律师 上面有签注保留意见 既然共事诀 为什么要保留意见 有保留意見就不是共識訣 所以你要看得懂 這好像是上一個法律教室 這個保留意見 你從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 我們經常在讀反對意見 你主流意見是什麼 但是我不同意 你要註明說你不同意 或是你也可以寫不同的理由書 但是少數意見不一定是不對的 所以很多新的觀念 都是從少數意見慢慢變成主流 譬如說你說黑白的這個早期 早期的黑人是不可以跟白人 一起坐在一個餐廳用餐 還可以坐同一部的公車 早期那個大法官會議解釋 還說這個是分別 但是你都有權利 所以separate is equal 把你分離也是平等的 但是後來過了幾十年之後 大法官也做了解釋 那個Bronk那個案子 跟那個教育局 他見解就說separate not equal 就是說你給他隔離也就沒有平等 所以這個判決下來之後 扎記也有不同意見 所以保留意見就不是共識決 只是說那你這個決議通問 你到底是用表決的方式 還是說那個主席主持之下 大家沒有特別去表達說反對或贊成 只有一個反對 所以其他人是贊成 那這樣也是多數決的意思 那不然就完結了而已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 為什麼有林靜憲一個不同意見 我覺得林靜憲這個部分是進步很多 我也記得上次的大概4月10號 他不知道要去做這個不同意見 反正這個只要有一票不同意見 他的法律效果非常非常大 他最起碼有兩大的法律效果 第一個就是說 林靜憲如果不承認這個改變 他的公告 3月28號就有一個公告 3月28號那個公告 如果賴清德他繼續不同意的時候 他還是法律效果 還是會回到3月28號那個公告 所以你今天這個5月29號這個決議 變成法律上有問題 所以他會保留一個法律上權利 這個法律上權利 他兩個可以處理 一個是假處分 一個是打民事 可是賴院長接受訪問 他說他絕對不會去打法律戰 對 那這個是他表明的 但是法律上他還是有權利 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說 更嚴重是什麼 就是說他今天這一個保留意見 就把蔡英文整個改變遊戲規則的 正當性打掉了 所以小英他本來是希望說 今天通過之後 他就可以正正當當 用他的改變遊戲規則之後的優勢 來跟賴清德比武 但是只要有一票保留意見 你這個正當性還是會 那未來有什麼伏筆 伏筆就是說賴清德他有權利決定說 我要接受 如果這個初選 他初選走完了之後 他有權利接受這個初選結果 跟不接受這個初選結果 你法律上你沒有辦法挑戰 挑戰於賴清德 要輸要還可以避免就對了 可以 就是有這個法律效果 跟社會上的輿論的效果 會有這個效果 還是我看為什麼賴清德今天 沒有大的動作去做抗議或反撲 他只是保留法律上的這種宣誓 我想剛才說的 跟昨天那個會面或許有關係 但是我在想是另外一個考慮 我也是呼籲今天做這個中指揮做這個選舉 說要做這個民調 6月10號跟14號 我是覺得兩邊的支持者要克制 要初選就讓他好好去初選 當然賴清德的權利 他還是法律上有保障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今天有一個決議 說辯論只有一場 我覺得這個不高明 其實每一個政黨 透過初選的過程 其實是提高他 那是辯論嗎 是政見會發表會用 我的意思是說 你其實應該多幾場 這個會提高這個政黨 他在這個社會上支持度跟能見度的提升 你看每一次民進黨 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他在初選那個期間 他的整個支持度聲望都會大幅提高 為什麼 全部輿論的焦點 媒體的焦點 都放在你們這個黨的初選的過程 籌備時間不夠 對 我的意思是說 籌備時間不夠 其實賴清德跟小英 應該就他們的國政方針 利用這種場子 讓他們多多去闡釋 所以我覺得 既然今天的宗旨會做這個結果 不論說兩邊 贊成或不贊成 我覺得 要結束就好去結束 我覺得可以再多一兩場 然後用辯論方式 例如說政經發表會的方式 我覺得好 另外就是我覺得 賴清德他今天這麼委屈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重要的考量 就是說你今天兩邊 如果站得太激烈的時候 以後要整合就很難 不論說小英出現 或是賴清德出現 如果沒有大家相忍 這個勝選的機會就會幾乎沒有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今天做這個退讓的決定 是希望說 保留利盈的一些延企 大家是共同對外 我覺得這個是 目前看來是比較好的策略 聽起來你是蠻同情賴清德 當然是這樣 是 那如果最後初選小英贏 你會投他嗎 我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 上次其實你已經問過我三次了 一直在演調 對 請看VCR 我感覺這樣 韓國瑜都可以選總統 我上次說我不會投 但是我今天稍微修正 就是說 我再思考看看 很好 我再思考看看 是 看那個情形嘛 就是說 我覺得對賴清德還是稍微是 比較不公平 當然我知道兩邊陣營 我覺得兩邊陣營大家要互相尊重 但是我們要對這個 有一派在挺賴清德這一點 我覺得要向他們表現尊敬 為什麼 他們是講這個 法治 這個堅持 和台灣民主的價值 不論它是多數或少數 我覺得這點 我們怎麼尊敬 就是說 台灣民主的運動就是靠 這點人的堅持 才會有更加今天的局面 你今天不能說因為 他騎那邊就是 比較弱勢一邊 我們就一樣 我覺得不需要 是 其實我對賴清德的一個最大的疑問 就是說 民主跟初選過程當中 到底他們能避免重蹈2007年 前一陣子 在上個禮拜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 在賴清主裡面的一些狀況 有支持蔡英文的立委 被賴粉 說要在明年1月11號把它下架 這個當然不是賴清德的責任 但是事情的演變 會超乎當事人的預期 我那時候在看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的激烈動作的時候 我有在想 那會不會有 因粉 要把支持賴清德的力量下架 插個話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問文龍兄的原因 因為大家都跟他說 沒有論日後要團結 什麼人出來就要 團結都用說 你說 沒有 如果他出來我沒有要逃 不是 不是 就是你支持賴 或者你支持英 的立委 都要把你下架 國民主來你很爽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 我很早就想說 就是 這個不可以有說非誰不投 對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我那麼直接講 我真的感情上 我們比較偏民進黨 所以這段時間 在講民進黨的事情 我真的很難 很痛苦很糾結 我也不敢講 我是重力客觀的 因為我有我的感情 我有我的情緒 了解 好 那今天走到這一步 走到 總是初選遊戲規則告一個段落 賴清德可以表達遺憾 還是一句話 那麼 是不是接受 因為那些不安感還在 對 第一個林俊憲寫 遺憾嘛 不同意見 不同意見嘛 然後賴清德表達 強烈意見 你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 不安全感就是 你讓他覺得未來又有變化 問題 你講一句話說 我接受 輸我就輸 贏我就贏 這樣就算了 對知識者怎麼樣講會比較好 我感到遺憾 但是我接受 就清楚 好 但我說實在的 民調不管是 因為手機事實話 是討論技術問題 我還是一個最簡單的觀察 賴清德表達 蔡英文也好 他的支持度 或者民間的滿意度也好 其實他其實差不多的 就是那個樣子 如果蔡英文真的很爛 兩個月就得起來 我講很不客氣的話 蔡英文如果真的很爛 花錢就得起來嗎 再做事的話也好 做手機民調也好 他是對有投票權的 一千七八百萬人在做調查 我不認為有人 可以去操作一千七百萬 不可能啦 如果 蔡英文在兩個月前 狀況不是很好 他可以兩個月以內 拼到跟賴清德很接近 不要講贏啦 對 那你就要正視 蔡英文的這個狀況 同樣我對賴清德的期待是什麼 你要挑戰蔡英文總統 可以 就你要證明我比蔡英文強很多 因為 你說民調強很多 當然 就是我強很多 我強到讓大家很好選擇 過節勝我很多 我不管 你拉的距離越開越好 你拉到最後最好 你贏韓國瑜 你贏克文哲 就只有賴清德可以贏 大家不會那麼痛苦 是啊 但是如果那個狀況為什麼會痛苦 大家都沒把握 我講很直接的 對 你認為未來還有變數嗎 我希望 我希望不管是賴清德或者蔡英文 四個字 智慧跟能力 有智慧去把傷害降到最低 不管是蔡英文或賴清德 有能力 是解決問題 而不是製造問題 這好像現在因為 今天會播就出來了 對 網路上外面的歡迎 不知道什麼 現在記載的記載 其實看到今天的結果 大家是覺得終於成安落定了 這個記載 遊戲規則定了 那我們就朝這樣去走 6月10號到14號做民調 對 手機四化各半 在我的賴群組裡面 三百幾個集中 開始在內 遊戲規則定了 其實雙方我相信 也因為規則定了而動起來 那這一切的絕對的對立跟分化 我想來自於上禮拜的終止會 開了直播 那後來被沒收 那這先不提 我非常的 我看了這個林宥昌市長 他在今天終止會前 他提出了一段話 這個很多支持者也在傳來傳去 他說 中止會的決議被污名化 是破壞現有制度 感到心痛 坦言3月6號的期程 必須承認是誤判 認為是單純初選 不會有其他人登記 做了錯誤的決定 應該向大眾 蔡總統以及賴院長道歉 既然今天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那大家都講到黨內要和諧團結 當然啦 對比我們過去有初選經驗 但是我們也是要強調一下 過去在2017年 2008年 那當時 對比是對馬英九 那當時是在野黨 不一樣 現在現任總統蔡英文 他主政之下 外交兩岸跟國防 哪一樣有缺失 每一次 即使說到蔡總統的改革 朗朗上口 第一棒林全 第二棒賴清德院長 大家也歐漏啊 現在的蘇貞昌院長 他更打下我們長治九安的基礎 這是一棒接一棒 就像個球隊 你攻守互換而已 那大家就團結嘛 那現在既然定了一場證監會 當初是怕啦 如果是辯論會 大家最相殺 這個是國民黨得力 那現在既然定了一場證監會 當初是怕啦 如果是辯論會 大家最相殺 這個是國民黨得力 那證監會的結果呢 各出幾件 希望賴院長說出 他當時候 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們也期望不要漢格啦 也不要羽翼交鋒 好好的講 你當初主政十六個月 你做了哪些事情 我現在就可以幫賴院長講啊 他當初軍工校調薪三趴 他做了這個缺水缺地的問題 解決中小七的問題 五缺問題嘛 已經發表了五缺 都是蔡英文政府的團隊 他是第二任行政院長 對 所有集中都知道 所以大家 非常感同身手 那我請教你 大會十四 人選得出來了嗎 你看 就是有一方輸了 都會接受嗎 以民進黨來說啦 我自己經歷過當年的蔡淑之爭 當年也是很激烈啊 我前面在裡面聽三天 三天我聽兩天的民調 差很近耶 差很近耶 但是最後 還是合作 團結 你 更何況 你不團結 什麼都沒有 團結都不一定贏了 所以 這是要每次都說的 大家要團結啦 團結才會有贏的可能啦 這個鄭榮律師 其實一直都是支持賴清德前院長 那麼也曾經在本節目直接說 那麼就算是小英出來他也不投 我很高興今天聽到他說 他會在思考 為什麼呢 這個是所有綠營支持者 大家都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為沒有人希望在明年的111的時候 最後是出來的結果是跟我們不一樣 但我也呼應一下就是說 那麼鄭榮律師所說的 這些獨派台派的這些大佬們 他們對台灣的貢獻 我們必須加以肯定跟謝謝 沒有他們沒有台灣的民主發展 沒有民主進步打碼 這從來我們都沒有否定過 那麼也不要因為支持的對象不一樣 那現在綠營的支持者最重要原因 是因為不確定性 6月14號就出來了 出來是誰 就支持